哈喽,大家好呀,我是住在海边的猪猪,这是一起单一品种纯分享的视频,一位深圳的花友姚先生从我这里拿走了这棵云彻双头KKU,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个人很喜欢乌与玉,所以我想着干脆借着其视频,从头到尾介绍一遍乌与玉这个品种,既表达了姚先生对我求求事业的支持, 同时也分享截止目前我对于这个品种的所有了解和认识,在视频开始之前,我们先感谢一波赞助商,祝深圳的姚先生,何家幸福美满,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想事成,家业兴旺,一本万利,恭喜发财,生意兴隆,一波彩虹屁之后,我们再来一波说明,视频仅作为学习参考用途,部分素材源自网络, 视频内容是我个人对此品种的阶段性认知,了解,截止到2023年5月17日,视频制作日期,后面有新的收获或者了解后,我也会更新这个主题的视频 好的,让我们开始吧,本期的介绍品种就是乌与玉署里的乌与玉,乌与玉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无次仙人球品种,在2005年10月,植物学家对两个独立样本进行了无线电探测年,推测出样品的存在年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780年到3660年之间, 乌与玉的存活历史可见是非常久远的,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就是1847年科蒂斯植物学杂志乌与玉的插图,这也是它首次以图片形式出现在大宙视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颗四头群生原地乌与玉,随后对于它的品种划分,分类归属工作就展开了, 乌与玉署是北美地区特有的无次仙人球品种,所以它在地理分布上主要也是集中在墨西哥北部,美国德克萨斯中南部交界,乌与玉有着非常久远的使用历史,因为野生的乌玉玉体内含有丰富的生物件麦斯卡林,北美土著原住民在古代祭祀活动高潮时,会使用大量切片晒干的乌与玉,麦斯卡林会让人产生幻觉,从而让他们觉得和神明产生了联系, 在这里需要科普一下,原产地的乌鱼确实会含有麦斯卡林,但是原意养大的乌鱼体内,麦斯卡林的含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个道理就跟野生河豚有毒,但是养殖的没有毒,一样,介绍完乌与玉的历史,分布,使用价值,下面我们回到球球本身,分布去介绍它的形态,特色,我整理了两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图, 一颗从种子养大的乌与玉,形态上可以分为球、金、根,球体主要起到光合作用,开花瘦粉,养分水分存储的作用,金布的作用是,支撑球体,存储水分养分,作为球体和根部物质输送的桥梁,而且乌与玉的金,更多是球体吸收之后收缩形成的,根部指的是所有细小的根,它们主要负责吸收土壤里的水分和养分, 同时,它们也起到抓牢土壤,巩固植株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乌与玉都有金,在农业产业化领域有一门非常出名的技术,叫嫁接,将两个不同的植物体相互结合,使其和生成一个个体而继续生长,在乌与玉属这个领域,嫁接就是为了加快生长速度,从而实现大规模产业化优选,所以嫁接去除柱子,或者球体侧芽切除之后,落地发根, 通过这样养护的园乌玉,它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金的,根系也会跟法菜一样,茂密浓厚,不过后期养久了,根系也会变得肥大,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原地的乌与玉主要有四个特点,扁平的球体形态,多层的油,粗壮肥大的根系,厚厚的蜡质层,说完根系汉金, 我们讲一下乌与玉的主要欣赏部分球体,球体部分首先要讨论的就是球球形态,球体形态的差异主要源自于生长环境,在原产地,因为有明显的长时间干旱时期,所以球体多为扁平与地面平起的遁地形态,结合它们大大的萝卜根,整颗植株就呈现出了道三角形,它表现出来的球体像我画的这张图,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如果你想你的球也是这种形态的话,只要每年冬天给它安排一个人为二到四个月的断水期即可,不过这个操作仅限食生大萝卜根乌与玉,自根球断水会死,而第二种主要的形态,就是我们原意常见的球体形,这是原意养护非常常见的形态,因为人工养殖水肥会给得很足,而且养护的环境也不会像原产地那么恶劣,再者就是, 商业化利益的趋势下,商家也会进行比如砍根等操作,最大限度的膨大球体,毕竟脸蛋好看,谁不爱呢? 然后,我们聊聊皮色,乌与玉天生的颜色,是那种偏深色的橄榄绿色和蓝绿色,大家可以看上图,左侧的就是橄榄绿色,右侧的是偏蓝绿色,而有一些带紧的乌与玉表现出来的颜色就非常丰富了,这里就不过多展开, 在这里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乌与玉的蜡质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右侧的原地乌鱼,它们皮上面好像有一层蜡一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大家经常会讨论的蜡质层,大家可以看,这是美国关于仙人掌体内物质解剖分析的报告论文, 我截图选出了其中关于蜡质层部分的介绍,为了方便大家分辨,C图我用红框和箭头指示出来,对应的右边也是相同的位置,乌与玉和很多仙人球一样,都会在表皮上形成白色的蜡质层,这是一种在接触氧气时聚合的脂肪酸混合物,脂肪酸在原生质中产生,然后迁移到达直膜和细胞壁,脚质层通常是光滑的, 但在一些仙人掌中,它是粗糙和厚实的,而这层白白的角质蜡质层的主要作用有两个,反射太阳光,保护球体,避免体内升温过快,在细胞壁外,形成隔膜层,减少水分流失,相信聪明的你已经发现了,蜡质层起到了保水防晒的作用,那么怎么样才能养出这种蜡质层呢? 其实就是根据它的作用原理,反向操作就可以了,它不是防晒保护球体的嘛,那么我们就适当增加以下光照,另外它不是保持水分的嘛,那么我们使环境蒸发效率提高,那么总结就是想养出白蜡,只要增加光照,增加昼夜温度差,空气湿度差,就可以利用它自身的这个机制来促使这层白蜡的形成 说完皮色,我们下面开始介绍球体纹路,大家可以看上图,我所标注的球体元素 中心生长点,顾名思义就是位于球体顶部的中心点 乌与玉的生长顺序,和大部分仙人球都一样,新的组织从中心点长出,然后向四周扩散 线条,是乌与玉相比同属的淫关玉、淬关玉比较大的区别 乌与玉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明显的线条 这些线条会划分开棱和油,锚点 锚座指的是球体上带锚的点,因为乌与玉是无次仙人球 所以这些都是锚点,如果换成刺球的话,那么这些都成刺座了 锚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色,就是侧芽很多都是从锚点长出来的 它具备中心生长点的一些繁殖生长特性 最后就是棱,棱是指垂直方向上,锚点的连线 看棱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球体是否具备螺旋或直棱特性 大部分的乌与玉生长到一定年限,球体都会出现螺旋 这个是普遍现象 相反,直棱就比较难得和少见了 下面,我们开始介绍乌与玉的油 大家请看上图序号1 上面的图片,黑色圆圈是锚点 红色为球体线条,乌与玉属的油指的就是以锚点为中心 周围一圈线条,包裹形成的区域,几乎每个锚点都可以是一个油 乌与玉小球状态时,锚点周围的线条一般不会合围起来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锚点下面会有一条线,如图序号2,而序号3 4,则是这个线条的变化 在球球处于不同的虚水阶段下 它下面那条线都会发生轻微的变化 大家可以在实际养护过程中多多观察 大家可以看,这是我的小乌鱼 而关于乌鱼玉小的时候形态的变化 大家看,可以截图上面的两张图 多对比参考学习 而长到一定年份的大乌鱼玉 因为球体肥大而且挤压 油的线条会完成包裹如序号5 这时,我们单独只看一条棱上的油形态时 会觉得它好像梯子,例子如上图 层数逐渐增加 而正如我之前所说 长到一定年份的乌鱼玉大部分都会螺旋 因为螺旋带来的球体挤压角度变化 油的形态也会出现变化 大家看序号6 和7 这种菱形四边形的油就是乌鱼螺旋后出现的 这时,我们会发现 油上方的锐角朝下哪里 那么,球体就会往哪个方向螺旋 大家看序号6 锐角在右边 锁球体会出现逆时针右螺旋 大家看这颗乌鱼玉 它就是右螺旋的 对应的序号7 油形上方锐角在左边 那么这样的乌鱼就是顺时针左螺旋的 这些就是因为球体产生螺旋挤压导致油发生变化 这些大家不用死记硬背 只要心里有这么个概念 多看多对比都能总结得出来 而市面上经常说的螺旋肋骨乌鱼 就是指这类 有螺旋特性 多层数有挤压形态的乌鱼 那么,既然聊到螺旋了 那么肯定也有不螺旋的直棱乌 大家请看序号吧 因为没有球体螺旋带来的挤压变化 直棱状态的乌鱼 更多是呈现一个六边形油的形态 这里,我故意画得明显一些 其实,现实左右两侧的角度 不会这么明显 大家可以看上图 这是外网的一位花友的直棱 乐谷乌 仔细观察单片游行 它们都是六边形的 最后,我们聊一下乌与玉的花 就打完收工了 乌与玉的花 是那种非常典型的 多层花瓣的仙人掌花 大家看上图 红色箭头就是花瓣 整个地球的人都看得出来 乌与玉的花瓣中间 有一条淡淡的粉红色色带 然后,慢慢过度渐变到 两侧为纯白色 不过,乌与玉的花瓣颜色 不是固定的 也有赤花,也就是红花的 正中心白色比较粗的几根 就是刺蕊 包围在它周围 一圈星星点点小颗的 就是熊蕊 乌与玉是可以自画兽粉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 人工给它一花兽粉 一花兽粉 可以大大提高 种甲种子数量和健康度 这个在我播种对比 发现确实有差异 一花兽粉出来的种子更好 乌与兽粉完成后 花瓣会干瘪 一段时间后 种甲就会长出来 跟个小辣椒一样 种子是黑色 像芝麻一样的颗粒 乌与玉的花季 是每年的3到5月份 在花季里健康成长的乌与玉 会持续开花 好了各位猪猪 以上就是我对于乌与玉这个单一品种 截止目前的所有了解 后面如果我积累到一定量新的认识后 会持续更新这个系列视频 再次感谢深圳姚先生的支持 最后我们惯例还是来一波 这颗双头KK屋的美照分享 I was the night in shining armor in your movie Put your lips on mine and love the aftertaste Now I'm a ghost I call your name You look right through me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just can't concentrate I've been trying to fix my pride But that's just broken Oh that's just broken No love No love 本期性感猪猪 再现分享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住在海边的猪猪 下期再见 爱你猪猪 I'll see you